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这么十月惊奇呢爆发了啊 这刚刚一号就爆发了十月惊奇啊 那也就是什么呢 那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是吧 这个伊朗的这一次反击行动吗 那这一次反击行动的话 他真真正正的可以对美国大选引起一个变化 因为他让美国大选变的呢 不可测是吧 呃这里边呢 我还是首先强调啊 你问我这是谁 我呢 是不会摇摆的 不会说是我跟你摇摆到另外一边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对于这个川宝来说的话呢 他迎来了机会 这个是咱们一定要强调的啊 呃对于川宝来说的话呢 十月 只要啊 只要油价暴涨 对吧 完了呢 重大了发生重大的危机了 那么这个时候对谁有利 对川宝就有利 因为我说过啊 整个的这个辩论的话 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博弈的话 主要是看三千 三千美元的这个美国人照向谁 如果石油大额价格大涨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川宝来说他就能炒过这个危机吗 因为社会最低是吧 社会矛盾高嘛 是吧 所以社会矛盾高了的话呢 大家要找一个出口 对吧 那那个时候的话呢 谁能够获得机会呢 哈里斯呢 他主要是要安抚中下层这些选民 对吧 那么这些中下层的选民 这些人到底是朝向他 还是朝向川宝 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个变化点 对吧 只要石油价格能稳住 只要石油价格能倾注 是吧 不涨 那么对哈里斯就有利 那石油价格只要一涨的话呢 百分之百对于这个 是吧 对于川普是有利的啊 你可以看到啊 从袭击那一刻 呃 袭击之前的话呢 还67呢 是吧 袭击那一刻一下涨到71了 是吧 一点的时候涨到71了啊 呃 所以现在呢 在70左右徘徊啊 当然这个呢 只是刚开始啊 因为呃 后边的话还有招 知道吧 尤其是伊朗 伊朗最重要的一招 就是封锁霍尔摩斯海峡 因为只要封锁了海峡之后的话呢 那么邮轮就出不去了 对吧 那邮轮只要出不去了 那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对吧 那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油价暴涨 因为呃 对于现在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不需要让这个油价涨多少时间 对吧 涨的特别的长 对不对 那涨的特别的多啊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是吧 很关键的这么一个方向啊 所以未来的形势呢 你问怎么看啊 就说现在呢 是吧 到底能不能够爆发 真正能够这个涨起来啊 这个呢 比他们说多少话都强 是吧 话说了一楼筐 最后油价崩起来了 是吧 这个就能难说啊 而且还有啊 还有惊天妙丑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 在这一个月当中啊 能不能守住这个苏甲的气垫 我觉得呢 对于呃 苏甲这块来说的话 对于双方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只要呢 这个气垫 守不住了 是吧 完了他们给它炸了 是吧 那这样呢 这个油价涨了 或者能源价格涨了 对于这个川普来说呢 还是有利的啊 所以经济稳定 对哈里斯有利 是吧 经济不稳的话 对川普有利 所以现在呢 关键还有两个不稳定因素 对吧 一个不稳定因素呢 是苏甲的那个气垫啊 一个不稳定因素的话呢 就是这个中东战争 所以中东战争呢 到底会不会有爆发的迹象 那这块的话呢 我觉得 呃 越来越大 越搞越大 现在因为对于那塔尼亚胡来说的话呢 他下不了桌了 对吧 所以那塔尼亚胡呢 现在地堡里呢 大声喊叫 说他一定要报复 因为对他来说 他确实也下不了桌 他怎么下桌啊 他是承认不承认这个失败呢 他承认这个失败吧 不行 他不承认这个失败吧 他也不行 所以承认不承认这个失败都不行 没有吧 所以承认失败的话 那肯定是 就不用多说 肯定不行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如果你不承认呢 不承认也不理 所以这个东西 是吧 那塔尼亚胡是一定要反击的 那那塔尼亚胡 他只要一反击 对不对 那你后边的事 你就你就明白了 他一反击 那你想啊 后边还能饶了他吗 双方都都饶不了他 知道吧 所以呢 动手也好啊 或者打也好啊 是吧 这个方向也好啊 都是蛮清楚的 所以未来呢 形势呢 你放心好了 知道吧 就是 就是什么 笨蛋是经济 知道 只要经济上 对这个哈里斯有利 那对他来说的话呢 那他就都 我不说稳赢吧 起码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呢 他赢面就很大 如果经济上 他保持不了这个稳定的话 那么 反过来说的话呢 对于川宝就有利 但是为什么我说呢 我就不改口呢 因为川宝上来之后的话 你想一想啊 如果咱们现在反过来 如果经济有利 对川宝有利 经济不利 对哈里斯有利 那么川宝赢了 经济有利 对川宝有利 他上来 他有地放尸 对吧 他是能做事的 你想一想 经济不利 他上来了 明白这概念吧 那他怎么能够体现出来 他是一个OK的呢 怎么能体现出来 他是一个好事呢 经济有利上来了 这是好事 经济不利上来 是吧 那你的威胁和矛盾 都在这儿呢 而且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一个可以谈的了 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谈的 就比如说是种外交握旋呢 文攻武贺啊 你酸完我我酸你 对吧 你说完我说你 对吧 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呢 我觉得还好 因为反正就是你说完我说你嘛 对吧 咱俩互相酸 俩分离 互相酸 是吧 谁也不会真正动手 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呢 我觉得OK 没毛病 对吧 但是你想想现在是什么结果 现在的结果是俩酸梨 是啊 这干起来了 你听不懂这意思吧 那酸梨们互相干起来了 那干起来你还能停吗 因为战争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什么呢 就是骂呀 互相妥协呀 都好说 对吧 但是问题是现在都退无可退 对吧 你也没有退路 我也没有退路 咱俩怎么样呢 咱俩两个赌徒 在这赌桌上拼起来了 那好了 那我想请问你 谁能退 关键问题 现在这问题是这个 就是说你说了 比如说你说张三 你妥协一下吧 这事就算了 是吧 能不能行 他最后 是吧 一想实在不行 算了 干脆退了就得了 是吧 接受了 对吧 说李四你退一步 是吧 行不行 他最后问题就在这儿呢 最后张三也退不了 李四也退不了 俩人都退不了 没有一个人能向后退一步 这才是现在的问题 你想一想吧 没有人能退一步 没有人能往下走一下 是吧 这是不是最大的麻烦 嗯 是不是 那这个游戏的话 可不就是这么个玩法吗 是吧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 是吧 形式呢 比人强 是不是 这个不是说呢 非要这个黑他 或者怎么样 那你想啊 这个游戏 他未来的这个玩法 怎么玩 对不对 那未来的玩法怎么玩 没法玩 是吧 看吧 这个 反正不管啊 这个游戏最后怎么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已经开始了啊 因为这一次的话 只要反击了 是吧 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说 是 首先第一个 你也看得很清楚 中东的小霸王 这个名号已经没有了 对吧 中东霸王这个名号没有了 那后边的剩下了什么 这事都是理解就好 是吧 所以真的不用着急啊 这个事呢 我真的说 是吧 真不用着急 那未来的形式呢 比人强 知道吧 别着急 嘿 慢慢玩吧 这东西 美国的影响力也好 美国的号令也好 是吧 慢慢慢慢的 就在一点一点的 把它都消耗了 对吧 经济上没有当年那个勇气了 实力上没有当年那个能力了 对吧 你觉得将来还能拿什么去玩 对吧 你真以为美国在这游戏当中是无敌了 对吧 实际上并不是啊 美国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 情势其实并不利啊 因为对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必须要回答一个世界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你怎么能够证明 在这游戏当中你还OK 对吧 你怎么能证明自己是OK的 这个是你必须要证明的 对吧 但是现在呢 越证明了越难 反正 是吧 这个油价如果爆起啊 对美国来说的话 他只会加速衰落 对吧 所以加速衰落的话 那站在这个美国的角度来看 并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还有一点 咱们一定要想清楚 一旦要是加速衰落的话 对吧 那美国内战很有可能要爆发 对不对 美国内战是为什么爆发的 咱们也都是讲的很清楚 美国内战之所以爆发 是因为把大搬运搞不成 大搬运只要搞不成 没有了社会的这个发展 没有了把钱稳住的这一波 那一旦开始玩成了另一个故事的话 那我跟你说实话 他惨了 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霸 知道吧 到那个时候的话 称王称霸人多了 明白吗 到时候在外边称王称霸人多了 我我跟你说啊 到时候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怕谁呢 怕外边的人出来怎么样呢 借题发挥 对不对 等到外边的人用这个话题借题发挥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怎么说 就这50个州50个大脑袋 这50个脑袋 每一个脑袋想的到底是什么事 不好说哟 因为每一个脑袋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每一个脑袋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吧 你能不能够满足这些脑袋的想法 这个是你需要回答的 如果这些脑袋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 他不为了你的利益服务 对吧 他突然之间反对你 而且你要知道啊 你别看现在红州闹得很 如果川普赢了话 之后就是谁闹得很 就是兰州闹得很了 为什么 你川普上来 你减不减这些人的利益 你减了他们要闹 你不减的话 他们怎么说 那你就违背了你自己的省民 所以那你到底是往哪边偏 两边偏哪边都不是何事 是吧 往这两边偏的话 哪边都不是什么好的方向 是吧 所以这两边 你说你到底偏哪边 答案是偏哪边都不行 所以为什么我说呢 就说哈里斯一定要赢呢 哈里斯上来主打一个稳定 对吧 你的游戏稳定了 你后面的局势才好弄 对吧 那除非还有一点啊 还有一招 就是什么呢 就是疯狂的借钱 那个时候债务的上涨速度 会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啊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 可不就不是一年三万亿了 那没准一年给你整个五万亿出来 你别觉得奇怪 你疯狂的印钱嘛 对不对 你只有靠印钱了 因为当你只剩印钱 这唯一一个手段的时候 那你确实就只剩印钱了 你想你疯狂的印钱 不停的印钱 往里砸钱 那你占过上涨速这么快的话 那三年五年 你干个十万亿出去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 又干个十万亿出去 那你说你这游戏怎么玩 明白我给你讲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只要加快印钱的速度 你暂时是能够停止这个游戏 这个问题没问题 但是问题也就在这了 你加快了印钱速度 对吧 你的这个国家也好 势力也好 你都在衰落呀 你不是说 是吧 我在这个游戏里 我疯狂的印钱 印完了钱之后呢 好像没问题了 是不是 好像我印完了钱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就跟谁似的呢 我告诉你 就跟日本人是一样的 日本人现在非常的艰难 知道吧 日本人 你别觉得他很好 他现在欠十二十三万亿了 他一年GDP是四万亿 你想啊 如果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 比如说GDP要三十万亿 他欠了六十万亿的话 对吧 那个时候的话 他能做的事跟这个 谁是一样 跟日美一样 日本将来就是不敢加息 是吧 安倍的三支箭 吹的可神了 安倍经济学 好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问题就是 国家背负了这么大的债务 只要他一加息 他就完 那么将来美国也是一样的 只要美国一加息 美国就完 所以你问我 美国什么时候会完 美国只要下一次加息的时候 美国就彻底完了 知道吧 那这一次 如果你降息降不下来 降得不好 那你就会缩短 下一次加息的周期 所以十年是什么 是一个长周期 是一个大的区间 是认为未来会 往这个大的周期这发展 但是你别忘了 你做好事 稳定住这个局面 你还要十年 你做不好的话 你没准五年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 如果你五年出了问题的话 那你可混乱了 而且你别觉得 那这不就少了五年的话什么的 到时候钱到不了位 老乡上面干起来 那个时候你可就知道了 到时候可不是说是 简单单轻松松的 我说实话啊 对于未来的美国来说 如果美国分裂成为东西两党 那么东西两党的话 还能相互妥协 因为他们得稳定运输线啊 对吧 那横穿美国整个的大风线 这块得连上啊 因为这种连上的时候 双方能妥协能谈判 是吧 那一旦分成四五个 是吧 五六个七八个 二五十个州 各自的脑袋都干各自走 弄出是吧 四五个联盟来 那那个时候的话 那一场大战 对不对 那场美国内战就必然爆发 美国内战爆发 从爆发到结束 咱们得打个几年吧 那又谈判 又折腾 是不是 那折腾来 折腾去 最后外交握旋也好 是吧 损失的经济再加也好 你新美国再想起来 难度大咯 加入时候的话 你就要打折 打得更多了 就跟我跟你说 日本是一样的 日本现在改革 打八折 是吧 日本现在不改革 以拖待变 打六折 是吧 中日之间起矛盾 打一折 现在问题就是 美国也是一样的 美国人 是吧 想跟中国人谈 将来的话 顺畅的合作 可能是打八折 是吧 不顺畅合作 以拖待变 打六折 是吧 那将来 它内部要是 活变起来的话 将来打一折 为什么 你没有谈判的权利啊 你谈判的筹码 对不对 你自列成很多个块的 那很多的块 跟中国谈的时候 那中国评论给你面子 对不对 那将来 你换交易的时候 换那什么的时候 都是大幅度的降低的 所以这个话呢 我就敢这么讲 对吧 我 就是这句话 是吧 我是不会变 我的判断和方向 我不是说过吗 三种结果 对吧 我说这一坑 你别往坑里跳 跳到坑里之后的话呢 腿摔折 这是第一种结果 对吧 第二种结果的话呢 就是跳到坑里了 没跳坑 对吧 别往坑里跳 第一种是跳到坑里 腿摔折 第二种就没跳坑 没跳坑呢 就说对了 跳到坑里 把腿摔折 我说别跳到坑里 因为跳坑里 腿摔折 这算不算说对 你自己撇 对吧 但是呢 有一个结果 也就是第三个结果 会打脸的结果 真正打脸的结果 是什么 就是人家跳到坑里了 什么事都没有 化腐朽为神奇 把坑里的宝贝 给拿出来了 对吧 你没看见这宝贝 是不是 那将来怎么样呢 将来 是吧 人家看见了 人家看了 人家打你的脸 明白这个路子吧 三种结果 并不是两种结果 而且我讲的东西 也不是两头堵 除非跳出了 是吧 我对这个事物的判断 对吧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如果啊 这个油价真的崩起来 对 川宝有力 川宝上来了 那西天赌博第二涨 还有一些 可能又给美国来了一涨 那站在美国立场来看的话 是吧 那美国到底是赢了 还是输了呢 心里有说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下来这 还下一节那有啊 那这一节呢 咱得讲硬事啊 那么现在副总统的这个辩论呢 已经完了啊 那你说谁赢了呢 这个事是这样啊 这一次辩论的话呢 没有像蛤蟆坑似的 吵起来 对吧 你朝我来 我朝你啊 基本保持了基准的素质啊 说万思呢 曾经一度啊 说被终止发言 但这也无所谓 辩论嘛 谁也不能说 谁每一分钟都保持那种克制啊 所以这场辩论的话呢 算是 大体算是一个平滑的结束 是吧 这个你看得蛮清楚啊 那么你说谁赢了呢 那么判断谁赢谁输呢 咱们一定要标准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对吧 谁赢 要一个标准啊 那么从现在 我觉得这场辩论谁赢了呢 他们表现的呢 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对吧 那么他们的表现呢 也都有自己的漏洞之处 所以我觉得这个辩论呢 基本打成了一个五五开 对吧 首先我讲过啊 对于万思来说的话呢 呃 他的输点在哪 就是他被斗急了 斗急了之后呢 开始说那些失言的东西 对吧 如果他说了一些失言的东西 说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话 那么他怎么样呢 他输了 对吧 从这次辩论来看的话呢 基本保持的素质呢 还可以 对不对 那素质还行 基本上我觉得就算还凑合啊 对于沃尔兹来说的话呢 他有些话呢 是回避了 闪躲了 对吧 那这个呢 回答的也不算好 对吧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 他们双方呢 可能说是五五开吧 就是基本上就没说谁赢谁输 因为这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非要问我 是吧 谁赢谁输 是不是 各个媒体有他自己的表态 但是从效果来看的话 基本就是如此 基本就是OK 是吧 我只能说呢 呃 现在是这样的 对于媒体 尤其是民主党控制的媒体来说的话 现在铺天盖地的都在说沃尔兹赢了 但这个呢 不做数 啊 这个是咱们讲的啊 这个因为对于沃尔兹来说的话呢 沃尔兹赢了 是吧 他对现在的这个 这个帮助啊 和增议啊 不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 他一两人动手了 知道吗 这盘外招来了 如果没有盘外招来的话呢 沃尔兹的话呢 基本就OK了嘛 对吧 因为他只要没有太大的失言 那么就算还行 但是他也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 这也咱们就讲实话啊 他在辩论的时候 没有达到他真正预期的效果 而且呢 这个媒体的这个评论呢 包括这个媒体的这个评价呢 也不算完全客观中立啊 基本也就是三打一 是吧 那媒体全上 这是十打一 二十打一 对不对 好像纽约时报公开就站出来 他就他就支持这个 是吧 哈里斯 所以那纽约时报讲的一切东西都是不客观的 对不对 那基本就这个道理 对吧 所以说白了呢 为什么说是五五开呢 因为反过来说的话呢 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言 啊 这个也是咱们一直要讲的啊 就是说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言 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增益 所以基本就是五五开 所以这个盘内招呢 现在结束了啊 你说到底谁赢谁输呢 不好说 对吧 但是盘外招呢 开始了 盘外招是最恐怖的 因为你盘内招的话呢 你好控制 对吧 那盘内招 这控制了 你盘外招能控制吗 那你肯定控制不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主要未来呢 还得看什么 还得看那些盘外招啊 盘外招才是最恐怖的招 是啊 盘外招是什么炮 那不是一般炮 哈哈 所以到底呢 盘内招盘外招 哪个招厉害 那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盘外招嘛 所以这场辩论的话呢 各自双方呢 都没有能够 完全把对方辩死 因为辩论的话 咱很简单的道理嘛 就是没有完全把他辩死嘛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要看这个选民民调 但这些民调呢 说白了也是属于敌也就好啊 但是有一点呢 我要明确的讲啊 对于哈里斯来说的话呢 这个结果也算可以接受 是吧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在第二次辩论当中的话呢 哈里斯呢 已经成功了 因为第二次辩论当中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对吧 我觉得我讲的很清楚啊 哈里斯要向世界证明 他是一个玩家 他是一个player 是不是 他是一个能够参与到 这个游戏里的玩家 如果他是一个player 他是一个能够参与到 游戏里的玩家的话 那么说白了 他怎么样 他已经赢了 而不是说 大家觉得 是吧 你就是媒体硬吹哈里斯啊 就是每天都吹 是吧 但是呢 你观感就不忍直视 不能看 知道吧 哎呀一看 哎呀 这辩论的 哎呀是吧 或者哎呀我的妈 就完全不忍直视 没有吧 如果是完全不忍直视 完全连看都一眼都不能看的 那哈里斯呢 确实输的输麻了 这个当然也实话实说 但是从现在的效果来看的话呢 就算还好 对吧 基本上呢 大家都在认为呢 哈里斯呢 是一个玩家 是一个player 只要是这个效果达到了 那么接下来就看盘外招了啊 所以十月惊奇嘛 这东西你也不好说 这帮人到底憋着什么屁 是吧 到底有什么什么招 盘外招盘内招 所以呢 那你说咱们怎么判断呢 不能瞎讲啊 咱们的标准很简单 还是那句话 看油价看经济啊 只要经济稳定 是吧 哈里斯就稳定 是吧 只要经济不稳定 对川宝就这个就有利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川宝在一个对他不利的情况下 他登位 他只要在一个对他不利的情况下 他登了 是吧 那这个他后边的所有东西的话 都都干不了 是吧 所有东西都不好干 这个游戏的话 是吧 那是什么 那是这个 这个没法玩的 对不对 那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所以形势呢 比人强 是吧 不是说是 是吧 这个你喜欢 或者你讨厌 啊 就可以了 因为我呢 并不怕打脸 这个东西 我说的很清楚 对不对 你川宝上来 你是不利的情况下 你上来了 是吧 上来的那一天 是吧 谁当家 谁主事 谁得去干活了 对吧 你可别跟我说 你上来之后 你觉得你不利了 完了之后的话 你能躲得过去 你往哪躲 横你也躲不了 树你也躲不了 横树你都躲不了 知道吧 这个道理蛮简单的 所以现在呢 主要是以色列这块呢 呃 会怎么回复 反正内塔尼亚胡呢 他被攻击了呢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 也不算坏事 对吧 那就得看美国到底支持不支持他了 对吧 美国怎么支持他 支持他怎么说 不是他怎么说 对吧 这个看这也不是事的 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呃 以色列呢 这个账呢 确实越打越大 那终于的伊朗人动手了 这个我觉得杜德稍是一个好事 你要是再不动手的话 肯定不行 啊 所以世界经济啊 我说句实在话 不管他们怎么变动 有一点呢 是不变的 那就是这场战争 只要一爆发 能源价格一高起 我跟你讲 大搬运搬的更狠 知道吧 因为你要知道战争爆发了 什么东西就起来了 比如油价起来了 油价起来什么就起 通胀就起 通胀只要一起 那么欧洲经济不会太好 对吧 中国经济也不会太好 美国经济也不会太好 在这种都不好之间 你选择谁 你一定要选择这个制造业中心 谁是制造业中心 谁的制造业便宜 你才能选谁 对吧 你没钱了装什么裤 对不对 你有钱的时候 一说出门我就抽滑了 不是滑了我不抽 现在的话 踏山你也就行了 为什么 你没钱了嘛 所以你越没有钱 其实说白了呢 你你在选择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越越实际 是吧 越朴素 越朴实 朴实无法 对吧 你越有钱你才能狂 你只有有钱了 你才能狂的起来 能理解这个道理吧 你没钱了 你狂什么呀 你有钱才能狂 没钱你就狂不了 知道吧 这个就是现在美国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还得大搬运呢 将来欧洲 日韩绝对不是你知道的成果 因为你要知道 这场战争爆发之后的话呢 毛子的油会卖给咱们 伊朗的油会卖给咱们 沙特的油会卖给咱们 知道咱们有几个大的供油户 给咱们供油 对吧 因为他们都需要咱们 对不对 那你像日韩呀 是吧 欧洲啊 这些国家 他都一个是不站在他们那边 一个是 是吧 本身 你也没什么生产能力 你也帮不了伊朗 那你觉得对伊朗来说的话 他会找你吗 对于沙特来说的话 他会找你吗 对吧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的话 他会找你吗 他都不会 没有吧 所以说白了呢 别着急 这个游戏呢 只要玩了 这个游戏只要玩成了 玩成今天这个模样了 我跟你这么讲 将来呢 只会日夜不停的睡觉中国 这个你说是胖子 臭吹也好啊 是吧 你就是胖子 是每天必须得这个 是吧 这个讲的中吃中病也好啊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你就记住我这话啊 只要这场战争打起来了 只要油价崩起来了 他们就必然要求助于中国 这个不是会不会 是不是 而是必然结果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对吧 你生产的贵呀 通胀起来了 你就需要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这种廉价产品 而且中国廉价产品越来越恐怖 是吧 中国的廉价产品 已经不是所谓的 对吧 价廉 至低 而是什么 而是价廉至高 那凭什么价廉至高啊 对不对 因为我靠的是什么成本 靠的是科技 对吧 靠的是廉价的 这个优质的生产环境 这东西已经不是你靠 简单的这个所谓质量 能够比拟了 明白明白 我给你讲这意思吧 所以呢 大搬运呢 你只能更加的怎么样 更加的往期搬 因为你不搬的话 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接受搬运的话呢 如果你不接受这种 这种玩法的话呢 那你怎么玩 是吧 你没得玩 真的 这不是说胖子必须得 这中吹中卫营啊 你没得玩 你拿什么玩 你想吧 你就自己想吧 你拿什么玩 你就没得玩 所以留给川普的执政空间 是吧 打关税战的这个能力就很差 油价起来了 怎么打关税战呢 油价起来之后再打关税战 是不是有多少钱 仅你这么糟啊 对不对 那到那个时候的话 给老百姓批散了 是吧 那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呢 只要油价一起来 川普胖胜利了 川普胖能打关税战吗 打不了 打不了的话 美联储再给他来个降息 是吧 那这个几个一家 他就他就没什么执政空间 所以一个没有执政空间的人 然后呢 每天又得疯狂输出这些 离也有好的东西 在那兜兜兜兜兜兜兜 每天讲这个硬事 讲了个狠话 是吧 那你说这个人 他有什么环境和空间 他凭什么胜利 对吧 我真的想见识见识啊 人间奇迹啊 就是你凭什么胜利 你胜利只要 总得有一个依据吧 你总得说 在这个游戏里 我凭借着什么 我胜利了 我凭着什么 我胜利了 你总得有点东西吧 你不能说我就人定胜天 因为我是川普 我是神仙 是吧 降世凡林 我就来拯救世界了 我就来拯救大家了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这个 我怎么怎么着 你真有这个实力吗 对吧 你真的有这个能量吗 对不对 到时候出水 就才见两脚泥 外边这 现在不满你的人 是吧 不爽你的人多了 没有吧 不爽你 不满意你的人多了 你别跟我说 这个开玩笑的话 对不对 你真的能搞清楚这个事吗 你真的能搞成这个事吗 没有吧 明白我给你讲这道理吧 你真的能搞成 OK 是吧 你亮个相给大家看看 你搞不成的话 那你就吃憋咯 对吧 那你是真的真的要吃憋的 这不是说我黑黑 现在仗都打起来了 我就问你那哈 尼亚湖能听你的吗 停战吗 不可能吧 对吧 伊朗能听你的吗 不可能吧 对不对 那哈马斯也好 黎巴尼亚湖能也好 都不能听你的 现在你甭说他们不能听你的了 现在大帝可起劲了 对吧 只要战争一爆发 大帝起劲了 大帝不按着 现在这个停战方案 停按着 大帝说他要更多 你是给还是不给 大帝要的多了 对吧 那你这个乌克兰这块 你怎么说 你跟乌克兰说 你再割让点 那乌克兰说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割让点 对不对 那你说 如果你说服不动乌克兰 乌克兰他也不愿意停战 都不愿意停战 对吧 你这个护体金身 你让人看破了手脚 是吧 你让人明白了 其实你是一个什么 你是一空心的 川宝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在这 知道吧 只要大家觉得 他是空心的 他是没有实力的 那这个时候 他能做的事很少 对吧 你得有实力 你得有能量 你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 才能做出来 你没有实力 没有能量的话 是吧 你在游戏当中 怎么做出来 对不对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这个游戏的话 可不就是 看了这个东西 所以没办法 这场辩论赛呢 咱们讲实话 基本就五五开 有人胜 有人负 对吧 有人讲的好 有人讲的坏 是吧 那这个游戏 基本上就是 这么个游戏玩法 这不是说你喜欢 还是你讨厌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这么个五个 是吧 这个世界呢 很简单 好吧 那么现在一集呢 就得 谢谢收看